老年产品和用品 老年房地产 老年养老机构 照顾技术 医药和医疗 保健与健康服务业 食物与营养 旅游与购物等等 中国和其他国家都面临着人才匮乏 但是老年市场在不断诞生新的产业 不断的有新的消费的商机出现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 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加急 那么中国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银化消费市场 今天在这里我们召开国际论坛 大家一起探索和讨论 听取精华 去其所长 为全球老龄化社会的发展 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召开国际论坛 为什么我们今天欢聚在这里的目的 本期论坛的主题叫国际化发展战略融合 与刚刚开完会的G20峰会主题 联动包容高度契合 体现了开放的思想 我们希望在养老事业发展中 不分国界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在开放的老年市场经济体系之中 为全球老龄化的社会带来更好更多的福祉 你用G20峰上一句话 叫一个新世界的秩序正在出现 我们将进入国际化合作的新纪元 本次论坛得到了中国保健协会理事会的领导的指导 得到了健康服务与研究专委会 食物营养安全专委会 健康文化创业专委会的大力协助 得到了中科院 中国建设银行 泰康保险 平安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 得到了河南省平与山市 山东省日照市 七复市 河北省唐山市 湖南省张家界市 青岛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等地方政府 有关县市政府部门的积极参与 非常感谢这些政府领导 百忙之中的大会 再次表示感谢 我们也得到了 国际爱恩金融组织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意大利 韩国 新加坡 荷兰 瑞典 日本 北京市 青岛市 香港 台湾 等社会团体与大学科研单位的大力支持 得到了人民日报社 海外网 央视网 央广网 新浪网 腾讯网 台湾 远建杂志社 以及青岛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现场报道 我说的每一个词都是到了现场 我绝对不是虚的 让我们对美景表示衷心的感谢 欢迎您的到来 感谢在座的企业家 企业热情积极的参与和支持 我在这里不一意念名字了 感谢金业青岛生物科技公司 山东定马胜肯公司为大会 还有一个大养心店公司为大会 提供了非常棒的礼品 我们报道的时候看到了这些礼品 让我们对他们的赞助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你们 这里我特别提到 感谢新疆跟德木酒店 提供福利堂皇的开会场地 和他们职业的热情的周到的服务 以上表示 再一次表示深深的感谢 谢谢你们 因为我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 和国际上的朋友 照顾不住我在这里 表示深深的遗憾 谢谢你们对我的包容和原谅 现在好多朋友到现在我还没见到 谢谢你们理解我 我相信本次会议 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 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再次表示欢迎和感谢 谢谢 好朋友们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刘会长 作为首帮单位的领导 我们给我们搭建了这么好的一个国际机构养老事业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 公告 应该记上一个打工 所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刘会长 感谢刘会长 为此做出的努力 谢谢 谢谢你们 好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有请国家交通部原副部长 中国自贸区联合会 中国东盟经济文化 联合会首席顾问 新原校部长 上台 赤词 掌声 欢迎新部长 今天要参加这个首席机构养老这个国际论坛 我看到很高兴 中国的老年人越来越多 现在已经超过国际百分之十的标准 我们现在已经在百分之十六 那么一个数字 那么已经进入老年社会 老年人呢 我感觉呢 我也算是一个中老年人 还没有到太老 但是呢 这个 这个老年人啊 很大一部分啊 都害怕孤独 孤独啊 对老年人这个问题 我们是要 来解决的 那么养老的事业 现在因为中国地方很大 西部地区和长三角 珠三角 这个 比较起来啊 都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养老事业不能 就一种模式 我感觉呢 要多元化 要适合 要适合 每一个地区的实际情况 来安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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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老年人 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 能很好地 走完声明的历程 我感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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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努力 把这个养老事业 把这个养老事业搞上去 这也是中央 最近一系列的精神 所指出的 所以我预祝大会 圆满成功 谢谢 好 再次掌声感谢西部长 谢谢西部长 对本次议团的肯定和祝福 谢谢 谢谢西部长 好 好 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进入主题演讲的时段 首先呢 我们有请国家民政部原副部长 中国老龄协会会长 国际老龄联合会副主席 张文范先生 做主题演讲 演讲的题目是 以创新思维 推进机构养老多元化发展 有请张部长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 我代表中国 未来研究会 对今天召开的 中国首届机构养老 国际弄产的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 今天 我们大家欢聚一堂 来研究和探讨 机构养老问题 这是养老屠领域 备受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因为中国的养老模式 基本上是这样的 以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 和机构养老 这三种机构养老模式 我们研究了一种 就是研究机构养老 那么当前机构养老 从这 怎么解决好 机构养老的发展理念 和发展方式问题 通过机构养老的发展 带动其他养老方式的发展 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 课题 我今天呢 谈三点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或有哪些特点 第二 解绍一下中国国家顶层的政策设计 有哪些 第三 来倡导推进多元化的发展 从大家一起来讨论 首先讲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或特点 当前 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 一个快速的发展期 那么中国进入了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 国家的行列 是在1999年进入的 所以1999年 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 据计测 到2015年 到2035年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 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 我国60岁上的老年人口 将从2.112亿 增加到4亿 就增加到4亿老年人 我记得 1949年 4万万的中国同胞 站起来了 那么到这个时候 就4万万的老年人 也站起来了 从2030年 到2053年 我国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什么发展阶段呢 进入了深度的老龄化的时期 就深浅的深 进入了深度的老龄化的时期 进入深度的老龄化的时期 是哪一年开始呢 可能是在2036年到2053年 这样一个阶段 我国老年人口 将从4亿增加到4.8亿 就接近5个亿 年终增长380多万 那么现在我们60岁上的老年人 每年大概增加800万 到1000万左右 两人就增加一个台湾地区 台湾现在的人口是2300万 那么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就更加明显 从书上看 60岁的人口增加的数量 有所降低 但高龄化的程度将日益增高 我们现在80岁上的高龄老人 以从6000多万增加到 可能增加到1亿左右 增加到1亿1800多万 新增的老年人口 超过八成的多数是高龄老人 就是80以上的老年人 国外叫做第一年的阶段 第二年的阶段 第三年的阶段 现在国际社会又提出了 一个第四年的阶段 第四年的阶段就是老年人 老年人又分为高尔夫球场的老年人 大概60岁到80岁左右 85岁以后啊 叫十位的老年人 所以老年人的阶段也在分化 那么我国进入了深度老年化的时期 它有哪些特点呢 它有四个特点 就是进入了高龄化的阶段 有1亿多高龄老人 进入了失能化的阶段 就是大概有4000到6000万的 失能老人 进入了空草化的阶段 空草老人越来越多 就是子女都在国外 在远离他父母 大概北京在大学区的 空草老人已经占到了 分子70左右 全国占到分子50左右 进了少子化的阶段 现在其常生二胎 很多人都愿意生 所以这个少子化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所以人口老龄化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其中最突出的影响是 养老服务的需求 将持续的增长 不是断断趋势的增长 是持续的增长 就造成养老保障的压力 将来持续增加 而高龄化 失能化 空草化 少子化 在增大社会广大压力的情况下 又反映在 对医疗的需求的增加 对照顾的增加 对康护的增加 对健康管理的增加 会越来越多 这样带来更沉重的压力 或更严重的挑战 我多数讲 人口老龄化 不管是世界对世界来说 对中国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的 全局性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据据测 据据测 到2050年 中国的失能老人 半失能老人 将会超过一亿左右 我们现在大概六千万 四千万到六千万左右 那么到了2050年 失能老人就大概有一个亿 比现在增加两倍多 在空草化方面 某国的城市的空草率 已经超过了根本五十 随着高龄化的到来 空草化 失能化 就是夫妻 老夫妻一方已经走了 失能化 这样更加突出 而且失能化的趋势 是女性老人越来越多 那么古老现象 将更加明显 在少子化方面 就有关资料表明 我国从2015年开始 进入人口临增长的阶段 借于人口比重和老龄化的趋势 现在中国已放开生育二胎 据目前 生育率并没有达到 我们原来预期的结果 效果 一方面 少子女化的趋势 在相当长的时期 我认为很难移转 另一方面 独生子女一代父母 逐步进入了高龄期 少子化和独生子女状况的老龄化 将更加突出 从抚养比例来看 国家老年抚养比 将于目前的五个劳动力 抚养一个老年人 将来发展到的 1.5个劳动力 抚养一个老年人 所以社会保险 这种交纳费不断地减少 这种矛盾会日益突出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致的趋势 和基本的特征 第二个问题 给大家说一说 应对人口老龄化 中国的基本对策 会有哪些顶层设计 当然张宏仑部长已经说了 我们国家大概最近以来 连续出台了40多个文件 进一步促进和落实 要求要尽快地建立 养老服务体系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新型是 中国的党和国家 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并采取了一系列的 战略性的对策 应该说 我认为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的基础 已经基本完成 对于推动老龄思业的发展 起到极致作用 我搞了12年的老龄工作 做一个老年老龄工作者 看到国家出台了这么多的文件 各部委出台了这么多文件 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西总书记非常重视 老龄思业 最近对发展老龄思业 特别是养老服务业 做出了几次重要的重大的指示 今年2月23号 西总书记对加强老龄工作 做出了重要的强调 就提出了三个应对 要及时的应对 要科学的应对 要综合的应对 那么怎么及时的应对 怎么科学的应对 怎么综合的应对 现在各个部门正在衔接 正在落实 今年5月27日 在第32次政治局学习会上 习总书记强调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对于人为社会产生的影响 是深刻持久的 我国是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 比较高的国家之一 老年人口数量最多 老龄化速度最快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最重 三个最 最多 最快 最重 讲到人口老龄化多么重要 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体 多发那个需求 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 四番国家发展全局 我记得在2000年 我当时还没有退休 在老龄面工作 我们一会开会 给中央建议 就中央发了一个文件 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 会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 这个老龄工作的决定 就讲到 人口老龄化 是涉及到社会发展 改革稳定的大局 涉及到国家的 长支久安的重大问题 习总说 要着力健全老龄工作体制 机制 要适应时代要求 创新思路 推进老龄工作 向主动应对转变 向统筹协调转变 向家常人口全生命 周期养老准备转变 向同志注重老年人 物质文化需求 全面提升老年人 生活质量转变 其中时也讲到了 三个期词 四个转变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学习 都在落实 系统书记提出的三个应对 四个转变 是当前中国应对人口老年化 挑战的重大的 重要的方程 为发展老年事业 和养老产业指定的方向 在当前 我们认证冠决 落实系统书记的 重要指示精神 以新的思路 以新的理念思考 省市应对人口老年化的发展 和养老事业发展 是老年领域 和养老房业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今天这个会议 就是具体体现 中国保健协会 想要习组书记的 三个提示应对 四个转变的 一项很重要的社会活动 很重要的学习讨论 我们应该看到 从2013年 我国60岁老年人已经达到 养业以后 国家和相关部委 出台了四十多个一系列 有关养老服务业的文件 最重要的文件是2013年的9月13号 出台的35号文件 35号文件标题是 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我后来发表的41号文件 就是关于推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应该说 这两本文件的出台 我认为 开启了老人产业发展的新的起点 新的发生 是一个重要的旅程碑 似乎 国家有关部委 联合出台了一系列的 有关发展养老服务的文件 国外的文件 和国家部委联合发展文件 进一步明确了 我国提出了一个体系 要建立一个体系 建立一个什么体系呢 建立一个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主要还是在家里养老 以居家养老为基础 社区养老为依托 机构养老为补充 以养结合的养老模式 和养老服务体系 对于中国的基本结构 将它站的方向 站的方向 同时 同时这个文件 明确了 积极的支持 社会力量 社会资本 要参与养老服务的发展 允许外资 第一次提出来 允许外资 进入中国的养老产业 同时对居家养老服务 和发展养老机构 有了明确的政策支持 所以深刻理解和领会 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医院和相关的优惠政策 把握契机 不断地创新 思维理念 创新发展模式 把养老服务事业 推下一个新的发展水平 所以养老产业 是一个朝阳产业 是一个前途 无量的产业 据有关方面统计 现在养老产业的 2015年年底 养老产业的市场份额 已经占到了4万亿 可能到2020年 养老产业的市场份额 可能占到10万亿左右 这是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讲言我的看法 第三要创新理念 推进养老方式的多元化的发展 尤其是机构养老 要多元化的发展 因为人头老龄化 它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 大家要深刻理解 它是一个渐进 不断的 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 它是一个过程 老龄化所引发的 养老红丝和矛盾 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 有爆发之势 一个文明的国家 一个现代建设 比较好的国家 一个强国 把自己国家的老年人 怎么样照顾好 这是一个重大的民事问题 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具体体现 如果这个国家的书想 在老年人生活得很可怜 没人照顾 笑到理念 再淡化 那么带来的问题就非常非常多 所以照顾老年人的问题 不光是一个民事问题 我认为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我这个观点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的话 能不能够承认 因此我认为 发展养老服务业 一定要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的目的 一定要有前展性的思维 既要照顾好当前的老年人 我还不算老年人 我今年76岁 是小弟 所以要有位于模仇的准备 要有多元化发展的模画 才能在未来的深度老龄化时期 找到最佳的位置 获得长度的发展 推进机构养老的多元化发展 首先我们必须充分认识 机构养老在生动老龄化时期的作用 我们强调养老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 机构为补充 这是子人口老龄化过程当中的 一种常态化的养老模式 有的发展说 中国现在的基本情况是 养老模式是9073 就是分子90的老年人住在家里面 分子70的老年人 分子7的老年人 是寄托在社区 分子3的老年人住在机构养老 我们机构养老大概有床位 有五个万张 但是空床率也还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企业想进入老年产业 那么把老年养老的设施 导致成房间 对不起 我再次从头发展到家里面